那就是非专业人士当法院院长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种传统 司法并是我们国家整个的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国家为了来牢牢的控制法院的权利 所以说他在人事任务方面 他要找自己听话的人和党性比较强的人 所以就会让很多 比如说让人家受益的当建工的就去当院长 什么狗屁都不懂的人去当院长 这是一个社会现实 这一点的贺老师曾经说了 专业化要加强 我相信早晚有一天 我们的执政党就会知道 这些法官必须要用专业的法官 我给你举个例子 原来是转业军人进法院当法官 你看见没有 没有转业军人到医院去当医生 因为这些市委书记市长们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 他这都是不对转业的一个人去当医生 什么都不懂 那还了得他不敢 将来他总会认识到 世界的筹率是谁也不可阻挡的 所以说这种情况也长不了 好